音樂音樂 明治今天很高興到你的店裡面來 配眼鏡之前都要量視力嘛對不對 是的 所以我在配鏡之前你們會先提供哪些服務呢 基本上每一位眼光師都有看一個所謂的施工學的背景 通通都有經過就是說 一些專業的訓練 可能不是上傳統的經常都是用所謂的試圖傳承 然後一個教一個這樣子可能就是中間會有漏掉 他們到底教的正不正確也沒有 也沒有人知道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話可能就是說都會用每次都是一個步驟的 眼光方式一步一步的去幫客人把眼鏡的問題都可以找出來 驗得是用精準的度數讓客人戴得更舒適 讓客人在戴眼鏡的部分不再會有一些炫光啊 鬼影啊 或者就是說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這樣子 所以主要是在驗光步驟上面其實你們非常的專業 像我來的時候我發現這附近大概可能五百公尺之內就有十家以上的眼鏡行 那你們紐約眼鏡有什麼特色呢 為什麼你們敢開在這麼強敵環式的環境下呢 我們的店呢就是說盡量做一個所謂的擦影畫 擦影畫 是 產品的部分 可能會去找一些像說義式手工的話 歐美一些精品然後火鋼啊 這一類比較特殊的商品 讓客人在挑選的時候可能不會把眼鏡當作一個所謂的必需品 會把它當作一個所謂的生活上面的配件 可以傳達出各種的風格 我先請問一下你們當作創業的一個原因 之前的話在連鎖店大概帶來了十多年 可能就是說連鎖店的東西 就是說商品的部分 會讓我們覺得就是說選擇性太少 可以讓客人就是挑選到跟不一樣的境況 在一些不一樣各種不一樣的場合呢 可以傳達出自己的造型自己的風格 讓人家眼鏡位置一樣 云子我覺得你這支眼鏡好帥喔 這支眼鏡有什麼來歷嗎 謝謝 這支框你的眼力真好 這支框是Poche Design 德國保時捷設計等 他們的話呢 是有一個專屬的設計團隊 在座他們的眼鏡設計 而不是委外 請人家去設計請人家去生產 他們會成立一個設計部門 專屬去生產這個眼鏡 你會發現這支眼鏡呢 比較流線型 有一個跑車的味道 有跑車的味道 對 戴起來的話就更加不一樣 我現在手上的這一副眼鏡呢 它是德國IC Berlin的薄鋼眼鏡 造型的是比較特殊 是用薄鋼的設計 除了輕以外 樣式也很特別 還有就是說 注意看到它的鏡面 是不是有一個所謂的藍色的感色光 這叫水銀度 喔 水銀度模 是的是 今年最新流行的 是的 好帥啊 它有蠻多款的顏色 好 都可以做一個挑選 那手上這支眼鏡呢 好 它是雷蓬的經典款 好 美心 它是 雷蓬的經典款 喔 帥 它是飛行元款 它現在也是在做所謂的水銀度模 它現在是綠色的水銀度模 在上面 讓大家看呢 跟傳統的顏色都完全不一樣 這麼多米的水銀 可以做一個水銀 有爆破破別面的水銀